欢迎来到飞鱼网络培训 前面两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使用物品相关的这个风暴 那么为了把这个物品相关的呢 都给它搞定啊 这些课呢 来看一下存取物品的风暴 那其实想象一下啊 这个存取物品应该是跟咱们的 跟咱们的这个托装备啊 这一块呢 应该是相关的啊 就是说类似的 甚至呢 它的包呢 有可能位置都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 是不是 先找到这个名轮包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右键啊 点击一下 看一下 这个包呢 还确实就不在一起 这个是取出物品 下断就断了 下断就断了 虽然这是一个心跳啊 刚才的这个取得不太对 我们重新看一下 下断 这个呢 才对啊 这个对 存物品是不断的 取物品的话呢 会断 我们向上看一下 rcx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口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下断 在这 嗯 三十四十 也就轻到这吧 那这差不多啊 再往下就返回了 然后呢 f7 这里呢 写基地址 然后轻了一排零 轻到加38这 再往下 一个bl bl是谁呢 是ff 然后dil呢 是4040 啊 然后就返回了啊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取取物品 好 那就这两个数值啊 很容易分析 ff呢 肯定代表是背包的 这个主背包的一个编号啊 是ff 因为这个主背包呢 我们从行囊啊 到这个角色栏啊 这些呢 都可以看出啊 这个系统自带的都是ff 然后40呢 就是位置 啊 因为这个背包的物品呢 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物品呢 肯定跟背包也是一样的啊 它的位置呢 也是 从这个非零啊 非零开始的啊 就是说不是从这个零开始的 我们重新的来看 我们再打开一个银行的付费包呢 去取一个物品看一下 打开 打开一个啊 我们随便取一个东西 下断 这样 嗯 rcx rcx这里呢 是c 零c58 啊 那么零c的话 刚才我们取的是 就是 别乱套了啊 在这儿卡 就是说我们取这个吧 取这个 然后bl呢 是49 dl呢 是1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还以为是一个 还以为是一个这个 呃 npc id呢 那其实这地方就传了一个0149啊 01呢 代表是物品位置 49呢 代表是这个背包所在的啊 这个小背包所在的位置啊 所以说那个内存残留呢 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咱们的分析 这里呢 就就这些东西 二斤这填充 就这样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刚才修改完了 可能卡的时间长了 所以说呢 就 嗯 出塑了啊 坏也换不了 这个无所谓啊 它就这么大 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存物品 存物品的话 下段右键 到这儿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也没有必要呢 去 重新的去分析它了 还是传一个位置 和一个背包的位置 就可以了 啊 那么我们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呢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用鼠标去往这个里面拖的话 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我们刚刚找的那些套啊 就是我们上节课呢 找的那些啊 穿装备啊 或者什么物品的套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存起来啊 下段 回车 那么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地方呢 会断一个脱装备的靠到这儿 比如说从这儿到这儿 如果是这么去取的话 这么去取的话呢 他就会去这个 断一个图装备的靠 那么这个靠里的 我们看一下 它的参数是什么样的啊 rcx 还是啊 在这儿啊 有一个48140503 48140503 从这儿到这儿的话 这个123456啊 这个是05 那1234这个是03 然后48的话呢 代表是这个背包 14的话呢 肯定代表是这个背包 这个要对数据特别熟悉啊 才能一下子就分析出来 然后呢 那么如果说去从就是说这两个里面呢 去相互的去转换的话呢 应该跟我们的呃穿装备是一样的啊 那都是ff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 存取物品呢 就分析完了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小背包啊 这个小背包的一个 一个使用啊 如果说你直接用使用物品的话呢 可能直接就穿上去了 但如果说不想用使用物品的话呢 就是往固定的位置挪 挪啊 挪的话呢 那就说从这儿 给它挪到这儿 那么它也会在这个位置断 那断断成什么样呢 我看一下 就变成了 呃 这个不对 rcx 变成了这儿啊 这是 4849 0404 0404 是什么东西呢 4849肯定是这两个位置啊 那么0404呢 应该是 正常来说应该是代表 这个物品在背包里的位置 但是很明显啊 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就是固定的 那么有可能 那个0404呢 是一个内存残留 啊 就是说没传那 那两个东西 那重新附加一下啊 看一下 是不是内存残留 拖装备 拖装备拿去 下断 然后 从这儿弄到这儿 rcx 这里呢 还是 呃 4748 4040 c0 40c0 我看看啊 上面这些里面有没有什么40c0的 我从这儿走一遍啊 下断 哎 在这儿不断啊 说明这个地方呢 是从上面来的 31 嗯 就这一个31 在这儿 下断 从这儿弄到这儿 rcx f8 啊 这个位置是内存残留啊 因为这个地方没写啊 然后f8往下走 这里直接就写了他俩就完事了 所以说这个啊 这两个位置如果互换的话呢 是传两个 当然那如果说从这儿啊 从这个下面传上 这个按上去呢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那 因为咱们这个背包格子是有有限的啊 所以说呢 就没有办法演示了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从这儿往这个上面 还有往这些上面呢 去按这个背包的话呢 是一个怎样 怎样的一个包 那么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再见